零石東站 看零石線有零石火車站 還有零石高鐵站 零石東站距離王家道院很近 六善堂靜夜堂 貴心書院南方居 很真破 六善堂的後園 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木雕 磚雕都是非常精美 正堯 它是一個山西特色的 這種 哦 這種應該是東南夏涼的吧 這就是會合亭 看見街上寫的 王家道院是始進於明清時期的 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因為當時 建商是中國時代上會排列起第一嗎 那時候在山西各個地方 它都會誕生出 以各個家族為首的這種建商 這種家族就是盤踞在山西的各個 現在不知名的 在古代很知名的一些小山村裡 比如王家大院 橋家大院 還有草家大院 等等的 這就是貴西新書院 穿過這一道門 前面是一扁 一層一層的 由低到高 這是整個王家大院 高級學府 穿過一道門 這又一道門 它分前中後三進圓 一層一層 剛才穿過的是一個方向門 這是圓門 這進來了貴西新書院 那麽大的一個王家大院 這書院看起來沒有那麼的 沒有印象中的那麼氣派 這裡邊書院已經是看不到以前的這種的風景風光了 裡邊是啥 裡面已經就是賣東西了 這一點就是有 剛才聽遊客說已經是完全商業了 其實這裡邊被迫商業花也是親遊客員 那爲什麽 因爲這位北人的遊客比較少 空出來的這些屋子 形容也是顯著合不合理的利用起來 這就是一個堡 叫恒真堡 堡上有亭 靜遠 前面就是一些藝術館 後期建的建築 鄉原新的皇家大院的房子 改造成藝術館 後期還挺寬闊的 還有成條的感覺 嗯 蠻好 在這個平臺看整個零食 靜深圳還是蠻大的 它整體的房屋青山大碗 一山而進 這邊就是個小山坡 這邊離零食信的市中心 還有七八公里 這樣視野特別開闊 沒有零刺鼻結的房屋遮擋 就有點震撼了 能大略的能看出王家大院的規格 再往上走的話呢 就是最高點 最高點可以俯瞰整個王家大院的建築 那是非常壯觀的 這條巷子就是王家大院五條巷子之一 大家族的大院或者是住宅都是這麼的豪華 這麼氣派 像王家大院這五條院子 五條巷子 五個城堡 臨貫通的這些 亭臺啊 居等等 都臨在一起 整個大型的家族 就幾百上千號人都住在這裡 看往上走 這經過幾百年 現在翻修過的 是九十年代翻修了 下走的話又是另外的一個城堡 因為我沒有去過喬家大院 我首先來到的就是王家大院 從王家大院看我後邊這個巷子多麼的深邃 就可以看出整個王家大院的規模是非常大的 我相信喬家大院應該比王家大院更加的氣派 宏偉壯觀 因為畢竟一些老電影 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齊 喬家大院電視劇等等都是在那邊拍的 我特別喜歡這個是大紅燈籠高高掛齊 拱烈演的那個電影 這間院就有點霸氣了 裏邊有個叫素名為吳正 三懷堂 那麼在這個院的門前 他有立了兩個旗桿石 這旗桿石是地位和學史的象徵 封建社會中考仲巨人的話 他只能立一個 如果考仲這個見識的話 可以立兩個旗桿 那這個門口的話是兩個旗桿 說明這個宅子住的主人呢 他是不得了的大學士 你看 這個住宅是十六時中現代王仲暉的宅園 現在開闢成湖正文學經濟館了 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是整個王家大院的一個中周的主軸線上 下面有一排房子 上面還有一排房子 我們現在去城牆 城牆的話可以俯瞰整個王家大院的全景 看這個路 這個路是往上走的路 看整個王家大院從地裡位置可以看出 它是一層一層層階梯形的往上一身 其實整個王家大院的歷史啊 就是找一個導遊或者是拿一個講解器 一會兒就是聽完了 但是這些有上百個房間 不用每一座房間都去了解它的歷史 就大概的歷史 就了解了解就行了 看我後面的這個房子 然後聽遊客們說 整個王家大院的規模 應該是屬於山西最大的家族式大院 比橋橋大院還要大 看公略上說 整個王家大院現在開放的地方 只是佔王家大院的四分之一 如果是全部都是開闢起來的話 那規模就是類似於一個小鎮了 你看這多麼恐怖 這王家大院 王家王氏家族在清朝啊 明朝時期的這個地位 在整個山西都是舉足輕重的存在 這裡就是王家大院的澎針牌 澎針城堡 在王家大院旁邊圍牆下有這種澎針區 這澎針區也不會拆掉了 拆也是幾年之後的事兒了 因為整個王家大院城牆都已經進起來這麼高 再往外擴張開發 再往外擴張開發 就有一些沒必要了 在這些澎針區 緊挨著往在大院底下 也沒有辦法發展旅遊業 因為本身這大院裡邊的旅遊業 就不怎麼景氣 更何況這底下的一些散戶 這邊是出口 那麼這邊就出去了啊 因為下雨的緣故 這些商店都沒有開 而且這裡還有賣什麼王家月餅 王家豆腐 就是打著王家的幌子來忽悠我們 這王家裡邊都沒有 王家大院裡邊都沒有住戶了 王家王氏族人都已經搬出去了 不知道在哪個地方 其實我想看一下 整個王家大院有什麼特產 但是沒見過有什麼特產 你看有沙吉汁 還有王家醋糕 還有那個王家陳醋 豆腐肝 那麼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遊覽整個王家大院 其實沒有什麼攻略可言 就隨著大門 隨著人群 一條巷子一條巷子逛就行了 歷史的話講解你可以租一個 也可以找一個人工給你講解 整個王家大院為什麼人這麼少 我懷疑就是這些建築都是新進的 沒有古蹟可循 相比喬家大院知名度低了一些 導致遊客非常少 嗯 我這麼一圈逛下來之後 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出名啊 應該就是現在旅遊的人 遊客們 對這些商業化比較嚴重 而且是新進的這些進駐 有點反感導致的 而且整個山西類似於 王家大院的大院特別多 逛來逛去就導致視覺上的審美疲勞了 也就覺得這裡就不咋地了 要去那不就肯定要去四大大院 直守的恰恰大院 是吧這些景點就是路過一帶就可以了 55塊錢的門票到底值不值呢